來 前面 謝謝 來 正中間 正中間 來看一下喔 過去呢 它是同心基羅灣的糖霸子 那它現在是高雄巨大的糖霸子 它是這一屆 來 再來看一下左邊 好 左邊一點點 來 行不行的 再數一數的右邊 右邊 我們慢慢到右邊囉 好 右邊右邊 好啦 我們玩的只有一號男的一層號男咯 但在我心中也只有一個歌神 也只有一個男神 那個人講 去 一 去 來 OK 正中間 為什麼這一次不需要我幫你做嘉賓呢 所以有沒有找他當嘉賓啊 呃 香港沒有了 但是在台灣 我怕他太忙了 對 有考慮過 但是也請他些很貴的 很貴的 價錢問題 但是他真的 很年輕 對啊 都沒有變美 應該好久不見啦 對啊 可以嗎 大家 OK嗎 好 來 請發問 好久不見 我們想這次 有好多年 在台灣 看到這些歌迷有沒有什麼樣子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分享 還沒看清楚 今天才到 呃 但是感應得到就是很 這個年代已經過了很多很多時間 但是 有些事情也是繼續的 Pure Offense的支持 也是感謝他們 跟上次哪一台心情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呃 跟上次當然不一樣 上次是疫情過了一拍很緊張 也氣氛也不算太好 因為其實我們要隔離在飯店 兩個星期一然後才開工 但是開開的時候就是很開心 因為他們一般 年輕的朋友一起在工作 但是經濟過來 只是很簡單 隨意進來就覺得 啊 啊 啊 好像 才是今次是 再次來到台灣 那這支演唱會 有什麼必備的歌單嗎 歌迷朋友也很想要知道 呃 其實在台灣還沒做過 只是很隨意 拿自己的事情做出來 大家已經 我覺得應該是三千月 因為還是沒看過 也是廣東歌 也是以前電影裡面的 一些經典的歌放在裡面 把它呈演在那個舞台上 希望可以 好像電影感覺比較重一點 重一點 那剛才小奇哥有點歌說 那個讓籠住回逃啊 然後有沒有就是想回去多練一下 等一下會有沒有機會可以聽到 呃 我怕觀眾離開 離場離開 離開 離一切 不要了 但是我覺得真好看 我有看到這個MV 就是唱著也要自己的風格 但是真的 我的語言天分不算太高 所以應該學不到 但是也是很好的 欣賞一些 那嘉賓或是橋段有沒有安排 橋段其實我剛才說過是一個電影感覺 就是嘉賓可能有 但是當我們 如果我們在香港開演唱會 如果當我們的嘉賓不是一場出來 就是表 他是一直要參與這個表演 所以要找到他們 可能他又沒有空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安排 那可以看到一些VCR有沒有想起之前在台灣宣傳的回憶啊 有 以前 對 我覺得還沒準備好就過來 覺得很浪費 不過算了英國 也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所以今天樓俊碩先生有很驚喜 他是不是說晚上也有一些行程要走 聚會 對 他有一個節目 他 他們七個人嘛 我知道 然後他也是嘉賓 我們其實可能 對現在做訪問很簡單 很開心 以前我記得在台灣做宣傳 比較複雜一點 要做很多事情 但現在比較年輕化 人家隨意跟聊天就知道你是誰啊 你做什麼 他們是誰啊 我們有沒有化學作用 那該書起就是要喊話的時候 可不可以找他來當嘉賓 嘉賓 我請不到他 因為香港有一次我在請他 他 對 不能夠經常用他 吃飯比較好 為什麼 綠豆沙有沒有想吃的 不是 吃喝的 吃喝的或喝的 真的很好喝 我覺得只有台灣才有這個 他弄的味道很像 而且我上次來拍的時候 每一天都會點那個 這個飯店 這個餐廳可能味道不一樣 試試看 試試看 還有就是你們的早餐很好吃 都會點什麼 蛋餅 只有一個 很難長出來 不要賣廣告 這是劉太太 這是很普通的平房 上面六點鐘開始 吃的早餐那個地方 有接地氣 台式的早餐 對 台式的早餐 很好吃 那想問一下 伊建哥說 最近有跟鄭忠吉有聯繫嗎 我比較小 我跟他聯繫 其實除了有拍戲 他有請我當嘉賓 但是每一切都是當時的問題 所以很久沒有碰到他了 你有聽說過他最近的這些事情嗎 不會講人渣 不會講 好 那我們就 還有Winnie嗎大家 沒有 謝謝 歡迎大家來看演唱會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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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嗯,很迷茫啊,迷茫 因为也是第一次了,也不知道会怎么做才好 但是一直在想 但是很多人听说也是不要太大压力 就是很多其他来的歌手,比如说日本 也是他自己唱自己的语言 我也是一样把自己的广东话 自己的歌放在舞台上唱给大家 听着应该可以了 有跟几集说要如今来台湾开唱的朋友们请教过 诶,有跟几集说已经来台湾开唱过的朋友们请教过 就是有没有跟高雄巨蛋开唱的朋友请教过 一些建议 刚刚邵子 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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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开了吗? 我今天晚上会找他,问他们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 差不多也是舞台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有壓力 因為也是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 希望 你接到邀約的時候 有嚇一跳嗎 誰要嚇一跳 就是演唱會 你是要在台灣開場 就是跟你邀約在台灣開場 你有嚇一跳嗎 還是就立刻就答應了 有 也有 但是很奇怪 就是 今年很多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倫敦 倫敦也是第一次開演唱會 但是我很開心 我開玩笑 我覺得有些地方還從來沒有試過 但是人生我覺得有機會會要放過 所以人家邀請你 我覺得一定要嘗試 因為把自己 現在比較成熟 一點的Performance 放在舞台上給大家看到 它是一直的 沒有思考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做一些事情 全都做 我覺得全都是 如果嘗試一些事情 應該想定的話 就不要想太多了 舒奇剛剛有問那個VCR說 為什麼這次不找他當嘉賓 因為 他是幫我宣傳的 因為我在香港 以前有一次演唱會找過他當嘉賓 但是我就不希望太勞煩他 他現在很忙了 他也是 就是 要跟他的老公一起玩 那會邀他來看嗎 看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台灣 我會問他 我也是感謝他 因為我不知道他拍一個片段給我 所以高雄到時候還是會安排嘉賓嗎 有其他的人選嗎 現在在想 因為 我不知道 可能你沒有看過我自己的演 我的演唱會不會 很像其他的歌手 請了嘉賓上來講話 嘉賓可能沒有話可以講 就是一起在表演 一些 那個演出 所以我怕他 沒有講話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配合 我覺得很難找到 也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想的是 比較電影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可能不會講太多話 就是一個 performance 所以知道是37年 中間都沒有 有來台灣開演演唱會的機會 沒有啊 都沒有啊 因為以前可能很多人說 我很期待你唱國語歌 但是我覺得 可能有一些 artist 不一定要做別的事情 比如說我是廣東歌 這是廣東歌 我覺得現在演唱會也是整個演唱會 也是唱廣東歌 因為我也聽說你們現在也是 卡拉OK 也是流行很多歌 比如說我有一兩首 還是在榜首 集數傳說 還有一個友情 因為我很特別的就是 它是一個電影裡面的歌 所以你可以看到電影 也會聽到這個歌 所以這個是蠻好的宣傳 會練一些國語歌嗎 比較不一樣 國語歌會練唱歌 比較不一樣 嗯 在想現在 在想 對 我剛剛聽完之後 有一點點退數 哈哈 還是你要怎麼唱台語歌 台語 不好了 台語 台語很難啊 很難 我剛剛問那個阿桑 他說很難啊 他說很難 我覺得非常困難 對 所以剛剛台上有唱《浪子回頭》 就是清唱 唱得不錯 有嗎 你聽得不錯 但是 我不知道 但是 這個歌很好聽 我剛剛也看過這個片段 拍得很好 就是 如果有功 但是不是演唱會 因為演唱會是一早安排 很多次想了很早的東西 不能夠 世界對 改變了把它 推薦大哥 為什麼你出道三十七年都不會變老啊 有 問我的髮裝師 有嗎 很爛一點的 他的髮裝很好嘛 他 一定有啦 我覺得人會 會成長 但是 心情是很重要的 心情開朗一點 我覺得比較 好 遠一點 找到 那會特別是 你不要去運動啊 或是一些養生的方式 其實運動不是為了運動 只是我 我平常很愛做一些 程序不同的事情 高雄長 你期待要你吃什麼 吃什麼 吃什麼 我 我期待去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沒有時間 但是有一個藝術館嘛 是不是 我看那個 在網路看到藝術館 是最貴的藝術館 它有很多作品在裡面 我不知道是 他今年 在高雄 在高雄 國人可以去嗎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看 呃 我只是看他介紹 我覺得他的 他的東西很好 很漂亮 如果有機會 我希望可以想 他是說 最最最王貴的那個 這個 這個藝術館 美術館 美術館 高雄美術館 美術館 是不是 但是我在網路看到 我希望可以去這個地方 找一下 找一下 呵呵呵 請問這次演唱會 你覺得壓力最大的 其實現在不是壓力 只是壓力 最大的壓力 現在你知道 三年前的疫情 你現在還沒結束 當歌手 最大的問題 就是 上病 因為你不知道 當天會不會感染 有其他的影響 這個是我們猜不到 這個 這個 才是壓力 其他都沒有 我覺得 那會採取什麼措施 譬如說 一個月前自己 一個人睡 沒有用的 你看到 做什麼事情 但是最重點就是 不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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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你養生 他也沒有 他是跟我一起做運動 嗯 做什麼運動 呃 呃 航山啊 以前不要踩 踩蛋車 很多 因為我們拍過很多次 人家看到我們的 現在行山啊 踩蛋車啊 啊 通常都是這個 魚毛球 現在比較小了 因為魚毛球 聽說是一個單向運動 單身運動就是 單身的 對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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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常你是一邊打的嘛 對蛋 所以這個運動做了太多 可能會 對身體 會有影響的 哦 哎 當然了 年紀的問題 年輕沒關係 哦 哈哈 你跟誰的體力比較好 爬山的時候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因為他也是 做不定的人 我們會看到一些事情 會 做不住 做不住 哦 我以為他會做布丁做甜點 做布丁 他有什麼講 做布丁 布丁啊 他不懂 哈哈哈 他會一直撲臉嗎 撲臉 曬太陽也會 曬太陽 曬太陽 對游泳嘛 會 比如說你剛剛陽光很好 你通常都會到海灘的嘛 一定 一堅哥你這麼帥 你腦不會把你撲臉嗎 沒有 不用啦 曬太陽會脫皮嘛 那脫皮之後就皮膚好了 蛤 蛤 你不要亂扯好不好 真的啊 你有沒有試過 一年第一天 第一次到海灘 通常會曬太陽 會脫皮嘛 脫皮之後你的皮膚比較好 蛤 你不要亂騙 我們再去試哦 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啊 你試試看啊 你們 不要找我 曾經大哥你會裸曬嗎 就是因為為了曬比較均勻 就是全身脫光光 有用當然脫光 不是脫光 有穿那個褲子 但是曬太陽通常不會穿衣服嘛 蛤 全身脫光 會脫光嗎 會穿泳 我不會 不能夠犯法 你知道嗎 在台灣合法嗎 在台灣也不懂 不行 台灣不能夠脫啊 老婆會來高雄看演唱會嗎 還沒決定 變化很大 通常都會來 通常 對 這票房會覺得有壓力嗎 嗯 盡量做 我也都不知道 壓力應該是他們的老闆 哈哈 沒有講錯嘛 他們是第一個壓力 那說你除了高雄站以外 有沒有計劃在台灣其他的城市演唱一下 我覺得先做好 小山的事情比較好 但是不要想太多 我現在就是計劃這個演唱會 跟香港有什麼分別 上次其實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因為曾經不舒服 是取消結場的演出 那你自己會不會特別就是加強 可以先小心一下 做保持注意跟動作 嗯 都是一樣 就是跟平 其實我是平常心就最好 平常也是做運動 平常是保養得好一點 不要太佩戀 然後就是集中一點 把演唱會做好 但是生病真的很難控制 你知道以前 可能會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生病不開 但是你知道現在的病 那麼離開 很多歌手也是 推薦要處銷 就是處銷 真的不能夠站在台上 這不能夠 所以你會不會唱直手國語歌嗎 直手啊 一手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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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決定 之後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真的如果 你們熟識 都是 很多人希望聽廣東話 我剛才在台上你說 你已經為忙 為忙我們講廣東話的語言 很喜歡過來講廣東話 很像我一樣講廣東話 那麼標準 很少人像你這麼標準 以前你就有很多港星過來 就算唱 你就很喜歡他講廣東話 一般的國語 一般的廣東話 但是現在你聽不到 因為他們太棒了 已經全都講國語了 所以廣東話比較小 但是你在卡拉OK唱的 都是廣東歌 不是國語 直俗傳說沒有國語 只要廣東 我不能夠把它翻過來 講國語 對啦 所以這 原這原味也是比較 原基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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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健哥剛剛說有跟那個 正中基聯絡嗎 你是 你剛剛說有跟正中基 關係一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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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講演這樣的事情 好 好 差不多 好 謝謝 謝謝 你跟那個老婆去日本的時候 有被粉絲 粉絲排 你知道這件事嗎 就是跟粉絲 跟老婆在日本的時候 然後有粉絲說好久沒見到你了 然後就有拍你的照片 喔 經常會拍 對對對 都沒有辦法 現在很方便 拿相機說來照拍 都不用講話了 所以 看不見比較好了 就是 沒有辦法 這個 科技的發達 他說你們素顏很好看 會不開心嗎 嗯 有一點點 比如說可能拍你的照片 放在那個網路 但是他自己現在拍照 你就弄到自己很漂亮 但是拍人照的片 是嗎 每個人都是 我這個角度比較好看 你要改練啊 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拍我 就是隨意放在 我看到他 這個不公平了 那我想說 叫他們下次要拍你用美肌 對 如果上次希望他用美肌 收改一下 用美肌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長得太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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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麻煩你 謝謝 這個滿好笑的 好有關心